本集由米其林PowerGP贊助播出 大家好我是S 赛程来到倒数第二站的卡达站 这条赛道又是属于一条拥有特色的赛道 那就是基层 而本赛季也是史无前例的混乱局面 本应该是MOTOGP使馆车手单纯真冠的环节 结果一下车手合约从火星人会不会走 延烧到本田厂队到底要牵谁 再变成谁会去VR46车队 然后MOTO3世界冠军的诞生 也让人怀疑西班牙人是不是不懂运动家精神 然后本站分战冠军的人 当初竟有专业评感觉分析后 结束出现的结果 我到底在怀疑是不是这当中忽略了什么环节 还没完 接着Horay Martin说 我今天不是跑出巴拿亚式轮胎的问题 然后米其林现在急着上火线 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 没有 LSRings好不容易准备在瓦轮下战回归 场上22位车手终于要一家团圆 结果Miguel Olivia一个失误 在冲刺赛中摔断了肩胛骨 直接覆盖这一回合进入下一个赛季 然后紧接着大一一巴掌送Mobedele上路 这个情境是否似曾相似 没错 今年的法国战 Vinales与巴拿亚碰撞摔车后 也是推了一下巴拿亚的头 真的没想到 Apria有两个战组 大家看我这一生 应该看得出来 我生懒的吧 所以等一下我们将会首次展开台湾国宝的力量 带这位动手的车手进入惩罚的环节 卡达站排位赛 这一次的排位可以说是相当精彩 也不得不说卡达就是有钱 在短短一天立刻清理了赛道路面 那些岗位的是Luca Marini 但岗位已经不是重点 因为他以1分51.762秒 狠狠刷下先前的场地记录 1秒的单圈 已经是我看Moto GP这么多年来 不曾见过的创举 当然这跟今年卡达重铺赛道路面也有关系 而排在第二的见鬼啦 是Fabio Di Gian Antonio 前两位的车手刚好都是本田想中的车手 也让这场排位赛 变得像是本田的合约之战 再来排在第三的 真的是出事啦 是Alice Marquez 这大概是有史以来 Grasini车队两位车手能头牌起跑的一战 而进逐试惯的两位车手 却反而叠出头牌 Rancisco Bonaya排在第四 Horé Martin排在第五 而他的队友Juan Sarko排在第六 杜卡迪也来到了联二拉二 连续两场包办两排的排位赛 可想而知的 这大概会是杜卡迪包办颁奖台的比赛 也让人好奇 在进逐试惯两位车手的队友 会不会在比赛中成为Winman 目前已经看到 一定要把Sanini挥浪队友 但不知道Juan Sarko能否给点力帮助队友 最后要来跟大家聊的是Alice Espagra 由于在FP2要抄大师兄的时候抄不过去 结果两人发生碰撞大意 差点摔车 然后两人慢了下来 正要理论的时候 说时辞那时快 大意一气之下 就伸手往大师兄的头拔下去 结果最终被赛会判罚将在正赛中退六位 并缴交目前欧元换算台币为34.6万元的罚金 而大意这一次的排位是第十位 也就是说在正赛中会在第十六位起跑 但很有趣的是大师兄这一次第十八位起跑 两位冤家入宅居然同排起跑 大师兄在访问中说不知道是不是赛会在整我 当然赛后这两人也互喷对方坏话 而大一也有对他的行为跟车队道歉 但这都不是重点 而是这一次大一场上做着这种有失风范的行为 一般来说在运动的赛事里面 如果对其他人进行肢体攻击 最起码要以竞赛为最低标准 例如NBA MLB也好 在这个世界的舞台上 今天东娜的侵犯也许将成为未来车手的随便 因为这已经不是肢体冲突 而是超不过去就八头的肢体攻击的行为 这一场不但违反了运动精神 也打掉了彼此的尊重 打从我做MOTO GP这么久以来 并持着专业客观正面的精神 就连当年Francisco Bonnaya酒驾事件后 我也是称呼这位车手本名 或是我给他取的天之骄子 而一直以来 YES哥哥也在这些时间帮许多车手取过绰号 例如像Mark Marquez的人体三轴稳定器 Jerens Arco的老狐狸 Horay Martin的Badjo Jack Miller的硬汉 或是KTM的有语就有KTM 都是出于简洁有力的特色发挥为出发点 而当年的Aprilia 我说好绝口不提的不爱做 也是爱之声 哲之切 今天你敢不尊重我大三叶 从今以后 我将不再叫这位车手 Aprilia队长 改为如来生长 本频道判罚即可生效 直至2024赛季结束 好大战正赛 不知道是GP22打了针 还是Farbeauti卷能头扭吃了药 就像天雷沟洞地火 这组合在本站爆发了 一个领先集团没看过的身影 没看过的车号 沿路紧邀巴拿亚 在看到了车队指示的Maping Act后一波带走 迎来生涯首座分战冠军 也让我们看到人类受到刺激后会有多大的潜力 在赛后这位车手说 他在来卡达战之前 就跟几个比较要好的人说 我一定会赢下卡达战 换句话来说 就是我真的好想去本田场队 不过不管是结果还是这场比赛前的宣言 也越来越欣赏这位车手带来的表现 这一句话在发生之前 就像我当初深信着Mark Marcus不会离开本田 都有着这种over my day body的信念 只不过他迎来的是生涯首冠 我迎来的是大王麻辣干面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所谓的Maping Act 并不是大家想象中的Teen Order 而是车队经理仅有赛前计算后 叫Fabio de Jan Antonio 可以全力冲刺的信号 希望大家不要误会 那下第二的则是我们的 未免世界冠军又再一次的冲刺赛失利 但正在得力的拉开积分差距 那下第三的是Luca Marini 这场好不容易自美国战后 第二次站上颁奖台 但却被Fabio de Jan Antonio的表现给抢走焦点 这叫人家本田本来要签 要怎么签的下去 而如果你没看这一场比赛 一定会好奇Horre Martin 到了这个环节跑去哪里 中间这位老兄在冲刺赛拿下胜利 但来到了正赛却第10名完赛 在赛后表示他的米其林轮胎出了问题 很遗憾的是 没想到决定这场比赛的胜负 甚至是世贯之战 可能就因为败在米其林 当然身为赞助商听到这一番讨交代的言论 也立刻介入调查 但那也都不重要了 毕竟没有第三方机构的介入 就跟最近的统计误差范围内一样的概念 只能说运气 有时候也是实力的一种 车手机一分的部分 目前领先的依旧是Francisco Bonilla 并且差距只剩下一战的情况下来到了21分 当然我们说过今年一战最多可以拿37分 但如果我们以Bonilla过往19战的平均拿分来当假设 那这一次的世贯之战也毫无悬念 因为目前437分的他 19战的平均每战拿分是23分 而Horé Martin如果在下一战拿满分 也就是37-23还会有14分的差距 最终突破一号魔咒未免世贯 当然赛车永远在还没经过方格棋之前都不是终点 我们无法断定谁能拿下世界冠军 像是2006年的Nikki Hayden就在瓦伦西亚 本来是起一个运动家精神 在经过终点线之后却逆转风亡 2015年Horé Lorenzo也在瓦伦西亚上演翻转戏码 从这两个先例都告诉我们 Never say never 那现在能打败Francisco Bonilla的是什么 给大家3秒钟思考一下 当然就是Francisco Bonilla自己啦 我就问下一战21分 How to lose啊You know 车场积分的部分 杜卡迪来到了最后一战挑战自己的极限 而目前车场风亡 两位争夺试冠的车手也都是自家人 不过车队的部分也缔造了一个新纪录 就在本站Prima Prima车队 也成为了Moto GP开天辟地以来 第一支独立车队获得世界冠军车队的头衔 而Martin与Joranzaco目前吸手缔造出了620分 然而最恐怖的是目前车场积分为663分 下一战再拿37分 将有机会给未来创下一个高不可攀的700分记录 20场分战每战37分也不过就740分 拿分覆盖率来到了94.5%的程度 这真的是高手孤独求败的感觉 因为2019年本田的426分记录 拿分覆盖率也才89.6%而已 没想到今天杜卡迪以奇人之道还至奇人之身 而在明年红军线阶段签约车手的部分 从名单上来看又是不强 也就是说2024年的杜卡迪 可能要突破到4次元的境界 那如果有人说BR46的合约都还没签 那兄弟你这就不懂火星人了 当初为什么叫火星人 就因为他当年就是how to lose的代表 现在是how to lose的车 再加上how to lose的好多人 真的不知道how to lose啦 突然回想起之前他们车队经理说的话 车块一直以来都不是我们的问题 都有点太含蓄了 当然KTM虽然目前排在第二 但很神奇的是 我从来没看过第二的车场 没拿过一场分战冠军 这也说明了两个层面 一是KTM逐步稳定的成长 二是杜卡迪的强大 已经压缩到其他车厂的拿分名次 这也难怪当初东纳订定新的2024赛季规范 KTM吸手Aprea 主张限制轮胎数量打击主要敌人 因为你们知道吗 KTM目前第二348分 Aprea目前第三名的车厂309分 两家加起来也才657分 还少杜卡迪6分 而Aprea现在头也开始打 首先米格拉奥利维拉本赛季 真的不知道再衰几点 布团亚战被火星人撞飞 好啦西班牙战开心回归 又躺着出去 现在因为冲刺赛的失误 追撞如来神掌 两人纷纷退赛之外 这次肩胛骨骨折 一定缺席接下来瓦伦西亚测试 然后这次加如来神掌 不但在FP2情绪发作出掌 还是冲刺赛 因为跟奥利维拉的追撞 小腿肥骨骨裂 而先前Vinalis也透露 不知道为什么场队车手 要一直做测试的工作 应该场队与卫星车队 分工合作才对 所以从车手到车队 再到RSGP 现在都面临了 改善进度上的考验 而我大三夜 今年的车已经没什么好讲 来谈谈Franco Mobadeli这位车手 在这一次 也不算是被人无缘无故的 来了一掌 因为在如来神掌的控诉中 他说Mobadeli在场上 非常不尊重其他车手 像是Marquez要跟车的时候 他用手指的地板向在叫狗 甚至是他自己的队友 Fabio Quattararo 也都在赛道上 被他高速逛街挡了好几次 而这些事情 可能也是让如来神掌 忍不住出掌的种种原因 但打人就是不对 再来大师兄 确实近年身上场队后 就像是副总统 没什么存在的感觉 这种感觉就是 有时候你还真想不起来 他是谁 2020年那个曾经拿下 年度积分第二的大师兄 真的消失不见 从2021年至今 只上过一次颁奖台的成绩 明年却有最新规格的 杜卡迪厂车可以骑 这也让我们期待 接下来的表现 因为在我大三夜 可以有理由说车的问题 但到了杜卡迪 就是见真章的时机 能不能续约 讲的是积分 像杜卡迪这种 世界冠军车队 只会给你一次机会 最后本田原本觉得 真的少说他一点 都是对他网开一面 因为消息传来的总是负面 像是最近Red Bull要跟着出走 虽然赞助商就等于钱 但好家在钱队本田来说 就是打个喷嚏的事 但真的有时候会被他负面消息 负面到不说点正面 都觉得有点太悲催 就像人家说的 一家车厂在底草的时候 你才能看清这个世界 这一战将来到诞生出 历届世界冠军的瓦伦西亚战 拥有别具意义欢笑与泪水的一战 不管你是Tim Pecco Tim Martin 这将是2023MOTOGP的终点战 欢迎你一起加入 11月26晚上9点的直播 当天将会送出RULA的全新安全帽 给这次MOTOGP阿南德挑战赛的得主之外 台湾Markov更是加码要送出一组 终极机车清洁组给当天的观众 好了 今天也讲的够多了 就让我们不见不散 我是S 这里是SKanGP 大家 拜拜